大家好,欢迎来到柬埔生活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一直在下雨 我们家的猫去抓耗子 草地也开始变绿了 长出了一些新的草 我们家的小鸭子今天已经有五周大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们养鸭子的要注意的事情 首先就是当小鸭子来的时候 要给它们喂饲料的选择 首先就是选择饲料 如果你要是能够买到喂鸭子鹅的这种饲料 这是最好的 因为它们的蛋白质的含量 一般在20%到24% 这是它们所需要的蛋白质含量 但是我没有买到鸭子的饲料 我只买到了喂小鸡的饲料 小鸡的饲料是18%的 所以我就每天给它们补充一些鸡蛋 另外呢 给鸭子的饲料呢 是里面不能够加抗菌素的 因为喂小鸡的饲料 如果你去商店里买的话 它有两种 一种是加了抗菌素的 一种是没有加抗菌素的 那么加了抗菌素的饲料呢 如果喂鸭子的话呢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鸭子它吃的很多 所以呢它会吃的量呢 就超过这个正常的这个收入量 就是超过这个应该收入量呢 就对鸭子健康 另外呢 鸭子是不需要药的 因为它们鸭子一般来说 它是不会生病的 即使遇到一些菌 它们也对它们来说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这个饲料一定要是买 没有加抗菌素的 这样呢 才会给它们吃 才会是安全的 第二呢就是 要给它们补充蛋白质 因为小鸭子它们长得特别快 所以它们需要蛋白质的含量呢 要比这个小鸡 需要蛋白质的含量要高 小鸡饲料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 是18%到20% 那鸭子呢 它是需要20%到24% 所以呢 我就每天一直给它们喂这个蛋白质 再有呢 就是小鸭子呢 它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呢 还需要维生素B3 那如果要是这些维生素 和蛋白质的含量都不够的话 小鸭子的这个成长呢 发育就会有问题 比如说它脚啊 腿啊 翅膀啊 都会出现这个 这些不正常的这个发育 所以我给它 每天给它们喂一些鸡蛋的目的呢 一方面是补充它们的蛋白质 蛋白质 另外一个呢 就是鸡蛋里面也含有维生素B3 所以这样它们就能够保证有足够的营养 能够健康的成长 另外呢 其实养鸭子呢 最好不要和鸡 放在一起 因为鸭子它们呢 比较 它们比较messy 它们喝水的时候啊 头再不停的甩 把这个水也是弄得到处都是 其实小鸡呢 是不喜欢潮湿的环境的 但是因为我们家只有这 只做了这一个鸡窝 所以鸭子和鸡还是放在了一起 那我们想的一个办法就是 我们把这个水啊 放到这个外面的浇壁盆里了 所以这样呢就干净一些 它甩出来的水相对来说也少一些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我们家的鸭子身上的这个 一毛的花纹已经完全都长出来了 鸭子在前从出生到一个月 四周大的时候都需要 百分之二十到二十四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 但是如果满月了以后呢 就不需要那么高的蛋白质了 如果要是给它们喂蛋白质过多的话呢 它们会出现一个问题叫做天使翅膀 就是它的翅膀啊 蛋白质含量过多 它的翅膀呢会长得过于大 以至于它们呃 它们翅膀长大以后呢 就它不能够合上 就打开着 一直都打开着 就像那个小天使那个翅膀一样 开着打不合 开着合不上 所以呢它的蛋白质呢 到一个月以后呢 就不能够给它们补充过多的蛋白质了 好 谢谢大家观看 愿上帝赐福于你 我们下次见